各位 您是 聖誕下 您是聖誕下 您是聖誕下 畫面現場是在中興國小登場的 泰語暑期夏令營 小朋友穿上泰國傳統服飾 跟著泰語老師學習 你好 謝謝等泰國的日常問候語 很好玩 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暑假要去泰國旅居 所以我们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很好玩哦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水果家 除了学习说泰文 课程中也融入了泰国美食 市长谢国良在教育处长刘美兰 纵发处长林立禅 跟中兴国小校长杨志青等人的陪同下 一起和夏令营的小朋友 手做粉红泰式奶茶 体验泰国美食文化 你们知道小爱爸爸的生肖是属蚂蚁吗 小爱爸爸的生肖是属蚂蚁 是这么大只的蚂蚁 终于喜欢喝甜 你的家里太甜太好喝了 那非常开心 那我也学了几句的泰文 SWATI 跟大家问好 那也享受了粉红泰式奶茶 那主要就是让孩子们有多元文化的一个环境 跟洗礼是现在教育处跟我们地产处长 还有我们阳校长 现在这个很关注的一些 暑期的工作内容 那因为泰国也是旅游大国 很多家长也会带孩子去泰国 所以不论是不是你的家庭或母语跟泰语有关 那我觉得学几句泰语 享受一下多元文化在基隆我们的一个落实跟一个环境 我觉得对孩子们了解到我们东南亚的文化也是很有幫助 让你认识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就从饮食开始 我们知道说每个人都喜欢美食 那如果单纯用上课的方式来认识泰国文化 我想可能小朋友上一个小时会想睡觉哦 可是呢如果用饮食文化 不管是我们的泰式奶茶 还是我们的椰子水把椰子仁都挖出来的 还有我们整排的泰式的点心 但藉由这个活动呢 也让我们基隆的孩子可以来认识泰国文化 这一次真的很感谢市政府教育部教育处 还有市长我们基隆市长看重我们新住民语言 那这次是夏令营让我们小朋友的多体验多种多元文化 我要特别谢谢两位老师 也要谢谢我们杨校长所带领的团队 那我们在暑假的期间可以让小朋友不仅有了解我们自己国家 我们还有了解妈妈的国家 也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底蕴 那这些学习的成果就如同那个市长小爱爸爸特别提到的 以后呢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了泰国 除了对这个国家我们有更深的了解之外 也会发觉原来我们曾经这么经过 为了让小朋友体验跨国多元的文化 市政府教育处今年首度利用暑假 举办较多学生选修的越南 印尼 泰国三种语文的沉浸式夏令营 希望透过寓教娱乐的课程规划 让基隆的孩子有机会体验新住民文化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及多元语言能力的人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